这是路人拍下的惊险一幕 洪水把公路淹没 前面白色皮卡车突然停了下来 跟在后面的灰色皮卡来不及刹车 选择打方向避开 结果一头开进了公路下面 好心的路人奋力上前营救 可这辆车却不顾他人安危 一边按喇叭催促营救人员 硬是要强行开过对面 这位车主的行为真是让人气愤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在越来越多好心人的努力下 成功把被困洪水之中的司机救出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事情的经过 这条公路被洪水淹没 这辆灰色皮卡紧跟前方车辆 可前面的车突然停车 灰色皮卡来不及避开 急忙打方向 结果一头栽进公路下面 虽然洪水并不是很大 但也很危险 此时一名男子飞快朝灰色皮卡跑去 紧接着又两名男子跟在后面跑去救援 就在那名男子跑到皮卡面前时 那辆白色皮卡却启动车子打算离开 并为下车帮忙 跑似这是与他毫无关系 驾驶着车子扬长而去 然而 最先赶过去救援的男子 不顾自身安危 整个身体都趴到了车窗上 还向岸上的人招手示意 一起过来帮忙 此时依然还有车辆过往 但还是阻挡不了他们救人的决心 被困车里的人也早已准备好了救援绳 男子第一时间把绳子拉了出来 另外两名男子也是赶紧上前帮忙拉住绳子 他们打算让车里的人把绳子绑在腰间 然后几人合力把他拉出来 就在此时 又一名男子狂奔而来 看他前来帮忙的驾驶 就知道 他一定是个好心人 相信大家也不会吝啬 给这些好心人一个大大的赞 小编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 几人是一车里被困的人 一定要把绳子绑好 然而此时 一位不知事情严重性的车主 开着皮卡想要过去 一开始 几人并没有搭理他 可是这位车主并未停止这过分的行为 而是一直按着喇叭催促 更为过分的是 他竟然还把车开到几人面前 强行要过去 这位车主的行为真是让人愤恨 不仅拖延救援的时间 还致他人安危不顾 看得小编我都忍不住 想要问候他几下 因为接下来他的做法更加可恨 就在他通过救援人群时 没有选择直接走 而是在前面停了下来 没有一点想要帮忙的意思 更像是在旁边嘲笑一样 短暂停留后 便朝前面扬长而去 看到这样的人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忍不住 去问候他几下吧 救援的几人 没过多地去理会他 而是还在继续专心地救人 此时 被困车内的司机 也从车窗里面爬了出来 众人则紧紧地抓住绳子 没有丝毫要松手的意思 即使这样 大家依然很着急 因为这位司机 不敢从车窗跳下来 大家都挥手示意 告诉他不要害怕 你要相信 我们能够把你救出来 这位司机在思考一通后 最后终于鼓起勇气 跳了下去 就在他跳下去那一刻 又有两名好心的男子 狂奔而去 在这危急关头 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而在最前面的两名男子 则是快速伸手去把司机拉起来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 成功地把这位司机救了出来 去年轻强的 那边 理睫 祖宝 能力下 współ 不够的 还是不知了 是不知了 这个原则 他是不知了